烏克蘭政府和親俄分離分子的談判人員結束了第一天的會談 但沒有明顯跡象顯示為結束俄羅斯邊界附近長達8個月的反叛活動取得進展 星期三較後,分離分子特使鄧尼斯·普希林對一個反叛勢力控制的新聞機構表示 當日在白俄羅斯的談判是艱難的,還未有就下次的會談日期達成一致 普希林在談判之前對俄羅斯媒體表示 談判人員是希望從前線的撤離重武器以及烏克蘭結束對東部俄裔地區實施經濟制裁的問題上達成協議 但他仍然表示星期五會舉行更多會談 參加這次閉門會談的代表是來自基庫分離運動組織、俄羅斯及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在 إن西闡中對抗議行動部並無法輸入 全民族的幻内部並無法輸入